南某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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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唯妙法 海间万节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可以就是大家闻得寿 我们看到二十八页 二十八 二十八吧 二十七页 二十八页 好 这是在讲这个祭 鬼神好凶杀 欲天搬诸欲 独犯欲慢尊 欲非归欲处 前面讲到 世间宗教 宗教大部分都寄望在那些看不见的鬼神天人上面 那可以说 鬼神 欲天 毒贩 这三个基本上就是大概占了宗教百分之九十几 大概都在里面 那一神教 多神教 然后还是那些比较属于原民信仰的那些万物有点的那种 大部分人信仰的都是这些 好 那么现在讲到欲天 我们上次讲到鬼神 那鬼神的这种说法其实是 大概 应该是人类很早很早就 就崇拜鬼神了 那么所有的民主里面都有这一块 那么中国最崇拜鬼神的就是 可以说是 商朝 我们叫夏商周 孔子以前 那个商朝是最崇拜鬼神的 因商众鬼 这个是这个是历史上很有名的 就商朝 商朝前面是夏朝 因商众鬼 就是在鬼神的这种 祈祷啦 祭祀啦 那他是非常重视的 凡是大小事都要请问过鬼神 那么后来慢慢变成 祭拜千神 那么孔子是在商朝后面 周朝 周武王 武王那个时代 那孔子提示一个观念 就我们前27月讲的 最后一个 敬鬼神而言之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他前那个朝代 那么一直延续下来 其实到周朝还是 对 就是鬼神了 那么到了秦始皇跟汉朝 那么以宗室鬼神 但是开始倾向于 仙道 秦始皇很有名的 去求这个盆来仙道 求这个不死灵妖 那汉武帝炼丹 那个很多皇帝 汉朝很多皇帝要炼丹要成仙 开始有这种仙道思想 开始慢慢起来 那汉朝之后佛教就进来了 对啊 佛教进来之后还没有那么清楚 佛的观念还没有那么清楚 佛就是外国的神 有力的神 那欧进南北朝之后 佛教又开始慢慢清除 开始有佛的信仰 那汉朝那个时候佛跟老子 跟皇帝 所以他们都叫皇老皇老 皇老之学 就是一起拜的 一起供养的一起拜的皇老 皇就皇帝了 以前是姓皇帝的 后来皇帝没有人姓 那开始有所谓的这个皇老 然后后来佛教进来 就佛陀跟皇帝 跟这个老子一起拜 那这个是当时的信仰 大部分都是我们就有三个 一个就是龟神 这个是比较低级一点 再高级一点 孕天 六孕天 所以为什么叫孕天 那我们说过这个天分三个层次 孕界色界无色界 那么色界有在这个人世间活动的 大概就大半天 出产天 二产天以上就没有了 就很少来这个人间了 因为他不中这个倦主的观念 到色界天 大半天大概就是天界里面 有来这个人间 招生的大概是最高的 这是一个 然后最多的就是玉天 六玉天 那我们说过因为玉界的天人 天人是化身的 那么必须是这个世间的人 修到那一个境界 那个层次 然后依他的法修他的业 然后生到他那个地方 就好像你要考检查 那你必须要有检查的技能 那你要去报考 你要当陆军 当空军 当海军 当什么 那你必须要有他 就是他的业 那是生到那一天去 那么所以有很多的 就是玉天的信仰也蛮多 但最多的是鬼神 鬼神最多了 这个世间又到众生 就鬼神跟出生到最多 是最多的 那么这一些鬼神信仰 几乎是可以说 应该占一半以上 就是宗教 宗教鬼神信仰是一半以上 然后基督教的信仰 上帝的信仰 又占据其他一半以上 现在宗教 现在宗教 那么最多的 最多的是信上帝的 信上帝是最多的 当然那些其他鬼神是最多的 一般 一般没有信上帝之前 最早是鬼神是最多的 后来是信上帝是最多的 就是其他不信鬼神教的 不算以外 信上帝是最多的 因为回教 留到教 天主教 基督教 这些都是信上帝的 那佛教反而是不多 佛教并不多 佛教在整个宗教信仰里面 算是比例非常小 不多 即使佛陀出现的那个时代 佛陀出现的那个时代 佛教头也不多 因为佛陀没有跨越过整个印度 他就在 甚至没有整个印度都许佛 是没有的 那么有一些佛帝者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去 比如像傅罗纳 加山连 那么也并不是很多人都学的病人 那所以佛陀 你想想佛陀在舍卫国25年 他在舍卫国25年 那么舍卫国的人才三分之一有学者 你就想想 而且舍卫国有佛陀 有舍力国有穆建人 有那么多人 那么多阿罗汉 但是也才三分之一的人学的 所以你就知道 真正有善根的他并不是那么多 有佛法因缘的不是那么多 好 那我们说到信仰里面最多的就是鬼神 再来就是遇天 再来是所谓的犯天 就上帝 好 那现在讲遇天 那遇天经文上就是遇见 遇见的主要就是五遇 五遇 五遇是色身香味醋 这个是五遇 好 那么遇是物质的五遇 那么微妙的 其实就是比较好的了 好的城市不一样 狗 狗认为大便是香的 是好吃的 他的色身香味醋 他看到大便就好像我们看到蛋糕一样 那观念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那个就是夜 那个就是夜 那我们看到的 我们吃的东西在天原看 就好像我们看大便一样 其实是这样的 这层次有差别 所以不同的夜历 不同的夜历 他就有不同的感受 那一天高过一天 一天高过一天 到了玉界天以上 色界天他就不中五遇 他不中五遇 他中禅殿 他就是禅殿为死 他就不是像我们这种断食 咬进去好吃 口感 香气 味道 不是这个 所以他这里讲 那五遇里面最主要的是 他这里讲男女的幸运 基本上是两个 叫做饮食男女 这好像有跟大家讲过 就饮食跟男女 洪子就有讲过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言 大欲就是根本欲 就是每一个人生下来 都有这两种基本愿望 那饮食是从头到尾都有的 到了老了就比较没办法了 那男女性欲是不是要到成熟之后 小孩子不会有 那长大了之后就会有 那基本上他都是五遇 但是五遇里面交杂比较多的欲望 就是他会比较充重 那就是饮食跟男女 那这两个算是比较 比较根本的 那饮食是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有的 那现在男女欲也不一定 就女女男男都算是 就是那一种欲望 好 那这个是在欲介 那欲介都有这一种 都有这一种 饮食跟男女都有 只是他的饮食男女层次不一样 层次不一样 有些天人像欲介天 欲介天 他比较高的 比如说过犯天 他只是抱在一起 他就是 这个就叫饮女了 那也更高的一点 就是两个人互相看 寒情默默的看 这个就是饮女了 那所以他的层次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说 越高的就有六天 欲介有六天 那每一天的层次不太一样 那穿着衣服吃着东西 那么对所谓男女的这种感受 他是完全层次不太一样 到了色界 色界就没有男女 色界没有 到了无色界根本都没有这个身体 不中这个身体 哪有什么男女 没有 又不一样 好 那我们看天是光明的意思 据说这个 尤其是道立天 道立天的那个宫殿上面写的 正大观明 这一般的天地 那么在这三界中 欲介共有六天 一界共共有六天 四王天 道立天 夜谋天 多算天 化乐天 他化之灾天 最下面的是统色八部鬼神的四大王中天 那一般寺尿放的四大天王 就 就 这些四大天王 那四大天王其实是 是保护道立天的 因为他是王 那么跟第四天的帝又不太一样 有点像 人世间的这些中央的皇帝 他旁边有各个分红的国王 就像这样 那所以四大天王 他也是天王 那上面是道立天 他是天地 那四大天王就是东南西北 那东边是持国天王 南边是增长天王 西边是广目天王 北边是多吻天王 那我们写一下 那这里没有写 就东南西北 四大天王 东边 东边是这个持国天王 一般寺庙前面 人进去也有四大天王 有些有放四大天王 有些是放变他二价 就不太一样 他一般都放四大天王 都天王殿 持国天王 南方 南方是增长天王 东南西北 西方广目天王 北方 北方就是多吻天王 那一般在佛教里面哦 这四大天王的修持法 大概只有这个 有留下一些修持法 这个是毕撒门 毕撒门天王 所以大概只有北方的多吻天王 有所谓的天王修法 其他的好像没有留下来 那这个是四大天王 就在这个世界的东南西北 那有些说四大 在四大洲 那一般是保护刀立天的 所以向上再上去就是刀立天 那三十三天 那中间是那个刀立天的天主 其他三十二天也是有天王 但是就好像是他中央这个刀立天主 是最大的 他管所有的天 再上去 那我们拜的玉皇大帝 我们拜的玉皇大帝就是刀立天主 那玉皇大帝也很多人拜 像我们台南 也有一间玉皇大帝的庙 我记得我们都是一年 一般乡下都有一间小庙 那个天宫庙 天宫庙 一年去一次 去就是他拿一个草人 然后一生成十日给你念念念小宅 这个像小宅 我以前从小 每一年我妈妈都带我去 就是比方天宫庙 天宫庙 不晓得这里有没有这个青宫庙 好像很多地方都有 彰化有吗 彰化有没有青宫庙 你们都不是彰化有 建国有 有些不晓得有没有 台南是有的 那还有夜摩天 夜摩天这个天很奇怪 就是比较少见到 但是夜摩原来就是阎摩的意思 阎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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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原来是 原来他是属天的 后来阎摩就变成管阴间的 后来就变成天上有一个阎摩天 下面有一个阎摩天 就变成这样 其实夜摩就是阎摩的意思 阎摩王和阎摩 其实是这样的 但是后来就是这种思想都会演变 那 阎摩王就另外阎摩王 阎摩王就是管死人就是了 阎间的 那夜摩天是天上的 又不太有样 那夜摩天在佛法上比较少提到 那以前印度的夜摩天序就是阎摩王 他的天地就是阎摩王 佛心的阎摩王已经不是这样 后来佛教阎摩王又另外阎摩王 然后第四个都算天 都算天我们就比较常见 那多算天主要是有一个弥六菩萨在那 那据说 据说 释迦佛要来成佛之前 也是住在多算天 然后以后每一尊要来成佛的 都要住在多算天 这是佛教大概都有这种惯例 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怎么样 然后往前推往后推都一样 但是一定要这样吗 当然我也有一点怀疑 一定要这样吗 那如果阿弥陀佛成佛 阿弥陀佛当然他们那个没有三界 没有在没有所谓的有三界 那就好像说 一定都要在人间成佛吗 好像也没有 如果照经典来讲也没有 但大多数是这样的 那成佛一定要住在多算天 一定不处不少 一定都要住在那里 大圣经典有些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甚至有些说是在他话自在天成佛 在他话自在天然后在他话自在天成佛 也有这么说的 反正后来大圣经典就百家其名 就很多很多种说法 那不过因为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成佛的 后来就变成一种惯例 释迦牟尼佛这么成佛 然后之前的佛跟之后也都这样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有娶太太 然后有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以后的佛都会娶太太生一个儿子 然后都有一个多文第一的 然后有一个神通第一 有一个智慧第一的两大弟子 然后所有的佛都有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 我现在是这样觉得 好像好像一样忘录 所有的佛都一样忘录 这样有点奇怪 应该有不一样 应该不是完全大家都一样 那释迦牟尼有没有怎么讲呢 有 阿处佛 阿处佛就是生生世世都是犯人出家的 童贞出家的 他就没有太太 没有 但是就是可能是比例比较少 但是一定要生一个吗 生两个三个不行 好像也没有规定不行 但是就是说 我们知道就是 后面的人会根据 释迦牟尼佛的状况 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所有的佛 就是佛佛的道徒 大概都这样 只有一些小差别而已 并且是这个事 好 那我们等一下看 那这里有多帅天 画乐天 他画自在天 他画的天 就越来越高了 这种天 基本上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 四皇天 多帅天 还有 还有这个道立天 基本上是这样 那他画自在天 基本上是 可以说是天魔 就天魔 我们讲过 佛教的魔 跟基督教的魔 跟道教的魔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佛教的魔不做坏事的 不做坏事的 他是障碍 他的魔就是障碍你修行 而且他障碍你修行不是破坏你 而是增长你的贪心 让你热不思索 不会想修到 是这样子的 这六天 这六玉天 同有物质的贪淤 男女的淫淤 就隐食男女 所以称为玉天 他们的世界都很好 七宝 七宠罗网 七宠杭树 七宝流零 都是这样 黄金铺帝 一样 跟极乐世界描写的 其实也大同相异 只是极乐世界更殊胜就是了 只是这样 那么玉天中 在这六天里面 跟人类关系最切的 就是道立天 在军典里面也确实是这样 那道立天 大概是所有天王里面 信佛比较虔诚 大概是这样 所以他说 这个跟人类关系最切的 那算是道立天 往尸体欢迎 他崇尚和平 爱好道德 希望人类进步 虽然为了天国的统治 偶尔也发动战争 但宽恕敌人 以不杀为主 那么印度本来就有不杀 就是不害 其实就是不杀 不杀害众生的这种传统 印度本来就有 他成为多神王国的大帝 通过鬼神 而同治人间 天女围绕 以中国传说的玉皇大帝相亲 其实就是玉皇大帝 比起鬼神来 玉天当然高盛得多 那你说鬼神不可告 因为鬼神好凶杀 你崇拜鬼神 其实是有后遗症的 而且 而且好就好 不好 他就会找你麻烦 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很多人养小鬼 还是什么用那个什么 什么 人家死去的那个胎儿 那个来养 这一大堆 有没有的 这个后来都 都会有后遗症 那么 拜玉天天 比较没有后遗症 拜鬼神会有后遗症 那玉天天虽然没有后遗症 可是 他也不是 他也不是你求什么就有什么 也不是的 他也没有能力那么强 也不是可以完全成为你的依靠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本身都要依靠 他自己本身都要依靠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他说玉天当然比较高尚 但毛病就出在迷恋 丹卓 珠般 玉世上 那么在物欲与信欲的享受中 不免焦涉淋 沉醉与迷难的生活 而智慧与德性的精神生活 反而退落下来 那么照理说 照理说 那么他今天有这么大的福报 又能够喜好佛法 刀利天是所有的天王里面 天地里面比较有修行的 而且是比较喜欢天文佛法的 其他的天没有 那刀利天有一点像是 中国皇帝里面的梁武帝 你瞎一下 可是他又没有梁武帝那么前者 他喜欢听吧 喜欢护持佛教 他们热善好事 可是听一听回去就忘了 听一听回去就忘了 喜欢听 但更不会记 因为他没有什么痛苦 所以听一听就忘了 因为他常常享乐 就是大大小小的 他不是法会 他是厌惠 大大小小的厌惠非常痛 天人不愁吃不愁穿 失衣得一失死得死 不是说我们还要去插秧播种 还要去种树浇花 那才有得吃 算是就算你有钱买了 你还要去煮 那就算你不用煮 你再送过来 你的钱也要赚 你也要吃啊 吃完了也要洗碗 不洗碗也没关系 人家帮你洗碗 你也要拉也要咬 天人不用 天人失衣得一失死得死 吃完了往盘自己撤走 他也不用洗也不用煮 他是要消化他也要消化 他也有大小便 但是他没有撤手 他说什么大小便 他想到大小便 地就裂开 然后大小便 他们大小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是拉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他今天好像没有说 好像没有说 但是他到底 因为他吃的 他也是有吃 但是他不是像我们这样 要消化要怎么样 没有 所以他如果有拉 到底拉什么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 不晓得 经典以上我还没看过 那这个 这个 他们要拉的时候地就裂开 拉完了地就合起来 是这么记载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说有记载天人是这样子 他们生小孩也是这样 我们是用刀一天来说 他生小孩是化身的 他不是怀孕的 不是胎生的 他是化身 他怎么化身呢 他男的也可以生 女的也可以生 女的也可以生 那要生是有记载 就是说 他要生 像我们要生肢 肚子开始大了 然后有一些现象 知道怀孕了 他不是 他是要生之前 他忽然感觉 我好像要生下来了 忽然之间 如果比如说他坐在这个位置上 天人有些天地 比如说他是天地 或是他是王子 三十三天里有天子 天主或天子 他要生儿子 就忽然从这个 从这个椅子旁边 忽然之间冒出一个 五岁的小孩 大概五岁 大概五岁 他也不是像是 教下来你也不会讲话 不会 天人一生下来 他就倒闊讲话 然后有思想 他跟我们不一样 好像生出来 有时候眼睛还没张开 牙齿还没长 不是 他们一生出来就 就大概五岁的小孩 然后他一生出来 他一生出来 他先会想三件事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高一天 高一还有三十三天 哪里 这里是彰化田中 是彰化西中 那我为什么 我是因为什么因缘到这里来 我因为过去 修八卦灾界 五届十三 以前在彰化的时候 做佛教徒 街市上 我就生道道一天 那谁帮助过我 天人有感恩心 鬼道就不是 谁害我的 有 抱怨的心 抱负的心 都不一样 谁帮助过我 然后他就想对 自然而然他就会想 然后他有天人 他有宿命 他有看见 那是谁 那个帮助我的人在哪里 他会去感恩 会去打些 然后这个他有宿命 过去是什么夜来 一开始有 但是后来因为天照太享乐了 慢了慢慢慢慢 宿命也没有了 天明也没有了 就慢慢没有了 然后以前知道是学佛的 然后就会护士佛教 慢慢慢慢 因为太享乐了 久了久了就迷失了 就没有 很多是这样 然后他小孩 他就比如说他从 他从这个 你的椅子旁边冒出来 那是从膝盖 那是从腋下 这边冒出来 男的女的好像左边 右边不太一样 如果你生出来 天上还有男女 一切天有色 就没有 如果是男的好像是 右边女的好像是左边的样子 右边的膝盖 左边的膝盖 那是看你的结尾 结尾高一点 好像是从 夜下 又写的神经像是这样 那是天人的机器 或是从这个桌子 这个座椅右边就冒出来 他不是说 你右边裂开一个洞 倒落出来 没有 他又不是在里面 没有啊 他就忽然之间 好像这里就掉落下一个 或是这个膝盖 这边落下一个 就到这里 那是像这样 就忽然间有一个冒出来 天人是 天人是这么化身的 你说我怎么知道 经典写的 我也没去过 经典写的 有些经典 有些经典有这么描写 有这么描写 好 那这个 这个里面讲到 他说人类最关系最密切的 是刀利天王 尸体还原 那 他说他主要是通过鬼神 那 统治人间 那跟我们的玉皇大帝差不多 但这个比起鬼神 那么比较高尚 但是他单着诸欲 就是欲望这些事 他比较担恋 比较担恋 所以智慧德性的生活 会退落下来 就会退失了 以前虽然有用功 学佛 布施慈戒 文法 后来慢慢慢慢就迷恋 无欲 就迷失了 那 这个 经典里面有记载 这个 杂案里面有记载 沐建人有一天 在那边打坐的时候想到说 佛陀曾经跟刀利天来听法 刀利天来听法 那佛陀曾经跟刀利天讲过 这个是讲过一些佛法 那想说这个 他在问什么呢 他在问说这个烦恼断窃 就是爱尽解脱的这个道理 那 世大 那么 怎么样不见得 就是说 他在讲说 怎么样能够得到爱尽解脱 他不知道这个嗜体皇冤 到底是听懂不听没懂 他就去问 那嗜体皇冤就行往了 他听过的法很快就忘了 很快就忘了 他说你要去问佛 佛有讲 我现在在哪里去问他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知道在佛陀时代 当医生的那个齐伯 后来也生到道理天 佛弟子很多都生到道理天 那有一天佛弟子又生病了 齐伯很早就往生 那佛弟子生病 生病传染病 都没有这一 目前年就不知道怎么办 那时候可能佛又不在的样子 孟教典就到道理天 到道理天去找齐伯 要去找齐伯 因为他有成功 他飞到道理天他要找齐伯 他就知道齐伯在哪里 他上了道理天看见佛弟子 就是这样 那个时候是坐马车 因为那个时候都马车 所以也是马车 好像天上的人 他人间的人也是相对等 我们开马车他就开马车 我们开汽车他们就开汽车 好像是这样 不是很清楚 好像是这样 好 那那个时候是开马车 然后这个 穆建宁就站在街道上 看一辆一辆车的情况 很多都是佛弟子 那以前佛弟子看到穆建宁 都恭敬合掌鼎礼 那现在不是 现在佛弟子看见穆建宁 就这样一看 他就赶快打过去了 穆建宁就觉得很默默 这些佛弟子怎么升天就变款了 就是变量了 就怎么都 怎么都这么没有礼貌的事了 然后他看一看了 都看到齐伯 齐伯算有礼貌了 看到他合掌 就过去了 马车很快马车就过去了 他就用神通力 让那个马不会走 让那个车不会动 就停下来 你停下来没办法啊 就问齐伯 你那么敢 是要敢去做什么 你没看到我吗 说有啊 我跟你合掌啊 那你又敢 他说敢去宴会 天员都是这样的 天员喜欢唱歌跳舞 又宴会 那他就有点责怪这个 目前有点责怪这个齐伯 齐伯就说 我还算好的 有一些天很太享乐了 天天都在享乐 所以有一些 他根本也没来得及照顾你了 很快去忘了 那他就问齐伯 那佛弟子 现在人间都佛弟子 很多都生病了 那怎么办才好 那么多佛弟子生病 传染跟他有一个可能不一样 齐伯就跟他讲 你没办法开药还给他嘛 就跟他讲 你回去就他们断食 去吧 就他们断 今天有没有记载 就这样 可能就是激发自己的免疫 还是什么 好像就是 也是有这一段故事 在这个论典里面 有记载这一段故事 就穆建人上道立天 穆建人常常上道立天 有一些是请佛下来的 那一次就是去问道立天主 佛跟他说过的法 一次去请请佛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次 那这三次是比较 比较常听的 常听的 好 那所以他讲欲为苦本 所以他说 这里提到 他从前第一次曾请佛说 可是回去不走 连佛说什么也忘记了 所以这个是杂案 经里面记载的 他就是在问爱尽解脱的道理 那所以道立天就跟 悟见人讲 我们这里他享受太快乐了 所以很容易忘记这些事 佛法的事很容易忘记 世尊现在是在处理金色 你不去处理金色问他 你跑到道立天来问我 你去问他就好了 他也不知道 所以讲说 这种悟欲享受 而容易堕落的初天 自身不保 还需要求归因 那其他的天人也一样 越高享受越高 都在五欲里面 都在五欲里面 他化自在天 那个嫉妒心更强 他在遇见人最高 所以他有天魔 就是会障碍人 天魔的个性 那这个道立天是比较接近人间的 也是比较多人性的 其他的天就比较少 我们也很少听到说 有人在兜率天主 兜率天主不是迷勒菩萨 迷勒不是兜率天主 天王另外有其他人 他只是在那里住而已 那主要是 主要是道立天 夜魔天主他化自在天主 他化自在天主有蛮多人 但是就是比较没有像 多算 没有像道立天主这么多人 像四皇天也有的性 但是比较没那么多就是 好 所以他说 这种物欲享受容易堕落 那么自身不保 还需要求鬼 所以 道立天主 就聪明又讲 就是道立天有一次 但是他天受尽 他说明也会尽 上帝 就算上帝 道立天说明也会尽 的时候 上帝还不是最高的 非小非非想天都会堕落 所以也不救天 不圆满 现在是救玉天 那么以这个道立天为代表 其他的天也都一样 第三个就是大概是在人间 这个人间的神里面最高的 但是他不是最高的天 不是 但是是来人间传教的神里面 大概是最高的 就是我们讲的饭天 好 我们来看 他这里叫独犯 独犯依慢助 就是他的慢心比较强 慢心比较强 那这个 御戒以上叫做色戒 色戒以上叫无色戒 色戒分四禅 初禅分三天 一般来说色戒有十八天 一般 但是很多物派传说都不太强 但是我们现在所统一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 比较多人说的大概就是色戒十八天 初禅二禅三禅各有三天 四禅有九天 那么加起来十八天 那么色戒比较特别的是 这个四禅后面那五天叫五不缓天 正三国的圣者都到那里去 所以那里是生母的尽土 正三国的圣者都到那里去 就在那里入列 那个是比较特殊的 还有一个色戒比较特殊的就是 色戒的出产 大半天 大半天底下有泛伏天 有泛仲天 其实他就是一天 那你看泛王 大泛 大泛天 泛王 那泛王有泛伏 泛伏就是辅佐这个黄 如果做国王的 出产三天 出产以上就 神就不来了 这些天人就不来了 你看泛 泛众 就是他的民众 生到泛天的人 大概就是基督教里面 天主教里面 心上一得永生 生到泛天里面 这些就是泛众 泛众 就民众 这个就是民众 泛伏 泛伏就有点像极乐世界 有点像如果是我们说极乐世界 生到极乐世界九品王生的 泛伏就是观音菩萨大世界菩萨这个天使 天人的天使 我们叫做菩萨 辅佐 辅佐阿弥陀佛的 辅佐这个泛王的 大泛 大泛王 大泛天王 泛天王 很多叫泛天王 大泛就泛王 这个是王 这个是伏 这个是众 其实三天就是一天而已 三天只有一天 那是层次不一样 层次不一样 层次不一样 这个就是说的上帝 上帝 耶和华 耶和华的儿子耶稣 这是基督教讲的 好 那我们来看 他说 泛是清静的意思 与圣洁的寒谕相寒相近 泛众天如人名 泛伏天如官吏 大泛天如独裕或者帝王 其实他就是一天 就是一天 所以称为独泛 那么泛天是非常清静的 没有盈域 因为他已经 他已经不是御界的神次了 他已经没有御了 也不再贪念世俗的物欲 对这个已经没有 男女欲 饮食欲都没有了 他产业为止 他也不需要这些色身相慰处 没有 他已经没有这种东西了 德行方面 慈悲博爱的精神非常高尚 所以泛天基本上有三种德恨 你要生到上帝那边 要具备这三种德恨 哪三种 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里 泛就是离欲 没有盈域 没有物质的欲望 不贪恋世俗的物欲 特别是盈域跟饮食这两个 根本欲望 那其他的欲望也不贪恋 就是你对世间的武欲不贪恋 你已经不在乎这个东西了 所以这个是离欲 泛天的三个德恨 一个是离欲 离欲 他完全没有对物质欲望 那么这个需求没有 第二个就是要有离欲 心要很专注 因为出离 色戒 色戒 色戒跟欲戒 一个比较大的差别是欲戒有五欲 他没有定 他顶多就是未到地点 那么根本定 色戒才有根本定 所以他一定要有定 他一定要离欲 不然你没有离欲 你如果对五欲还非常的贪爱 那么没有办法舍离 你是没有办法离开欲戒的 你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虽然离欲 但是你没有离欲 也生不了色戒 第三个还要有什么 他想到了慈悲心 博爱 结果要叫博爱 佛教不叫博爱 佛教叫世无量心 无量慈悲喜 无量意思就是很广博 世无量心 他必须要有这三个 这三个得恩 你才能够生犯天 那如果像天主教头 天主教头神父牧师 基督教头的牧师 天主教头神父修礼 他们可以 他们修礼是可以的 你看在那修礼 光在一个房间里面 他的物质一望降到最低 然后 但是他们透过很浅浅的祈祷 就像我们念佛一样 可以得到餐地 也是可以 非常专注虔诚的祈祷 然后当他们要求的博爱 一样 基本上这三个 这三个是犯天的得恩 那你必须要具有这样的业 具有这样的得恩 才能生到那个天 就好像你要生到刀利天 你必须要有五戒十善的得恩 你没有五戒十善 你没有六三号施 没有诚实正直 那你是生不了刀利天的 这不可能是要道利天的 所以 他这里讲到德行方面 慈悲不害 然后这个性质 在他的个性上面 清淨淋淋淋 我们说说 经典就是淋淋淋淋淋 常常有讲淋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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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要慈悲不害 就是这要具有这样的得恩 当然还要有禅定 那么禅定 禅定起来是领域 你有禅定 就是你必须要先领域清淨 然后才能得到禅定 当然你在修 你在得禅定的时候 之前你是不着重在这个欲望的 但是你没有断掉 你没有断掉 所以即使生到色戒 如果在色戒生活一段期间 因为没有断掉 所以还可能会往下掉 往下掉还会生起欲望 掉到欲界就生起欲望了 还会 他没有断掉 他只是扶住而已 那像三国的圣者 把色滩断掉了 把色滩断掉了 他就不会到欲界了 不会到 只在色戒无色戒 再把色滩无色戒 再把色滩断掉 他就不会到欲界来 只在色戒无色戒 再把色滩无色戒断掉 他就不会来三千 其实是这样子 那么所以说在一般宗教中 可说是佼佼者 所以是上帝 上帝在所有这个世界的宗教信仰里面 他的神格是最高的 但是他不是最高 他只是在色戒的出产人而已 上面还有二禅天 三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 还有无色戒人 他比他高的 但是这些没有来这个 没有来这个世间传教 是没有的 所以来传教的神里面 天神他是最高的 他是最高的 据佛经讲 大梵天出现还没有成名 也没有欲见 地球等住出 大梵天享有天地 欲见就渐渐凝成 想有人 人也恰好出生 由于大梵天 心一焦慢而出 不免隐身狂谬的之间 以为天地由他而创造 人烈由他而出生 所以 所以这个也符合圣经讲的创世记 上帝要有光就有光 然后要有世界就有世界要人 这是人不是他创造的 只是他没有注意到 忽然间注意到 人 他还想有人 人就出现了 他就认为他创造 只是这样 那么犯天 犯天还有一个焦慢 就是经典上有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那个 刀立天是 前面我们讲的刀立天是 这个沐建人去问刀立天主 那么佛陀跟他讲过 爱尽解脱的这个道理 那他想要去问这个刀立天 那刀立天一下子会忘记 他就说佛陀在主义今生 你们去问他 你跑来问我 我也忘记了 我也不晓得了 这个是刀立天 他是因为他比较单着的这个地方 所以那个法不入心 是这样 那犯天又不是 犯天这个是 导师讲的这个就是他的慢心 那么经典里面也有记得 这个是在长阿兰经 长阿兰经曾经记载说 那么说有一个比丘 他也没讲是谁 所以有一个比丘 他曾经在讲 我们这个四大地水火光 成就了这个身体 那么是什么原因 那么就永灭 就是灭尽无语 无语涅槃 何有永灭 怎么样入无语涅槃的 那么因为他这个比丘有神通 有神通 所以他就用神足通去问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不知道 一直问问到大犯天 那么他去问大犯天的时候 他就说 那么你知不知道这个佛陀说 我们这个四大之身 那么无语涅槃灭尽的时候 是怎么一回事 那是这个大犯天 因为他直接去找大犯天 大犯天王问 大犯王底下有很多成名 人名 然后他直接问他 然后他就跟他讲 我是犯天王 你看这个经典讲的就很有趣了 在长安监固间里面说的 他说 我犯天王 他说 我犯天王 没有能够胜过我 无能胜者 就是没有能够胜过我 那么统治这个大千世界 富贵尊豪 罪得自在 人造万物 一切众生的富贵 就是我能够创造一切旺路 是一切众生的富贵 他就这样讲 他就催讯他自己就是了 你看看他的慢心 这个比丘先生刚刚讲 我不是问你这个 我不是问你多厉害多厉害 我是问这个四大之身 何有有灭 就是怎么样 入乎以内吧 那他又重悟一次 他就说 我犯天王 无能胜者 就没有能够通好比 我创造这个世界 我是一切众生之父 又讲一次 他问了三次 他讲了三次 后来他又再问 那天王就把他拉到一边 跟他讲 来了来 就把他拉到旁边 那么现在这里所有的忍督论文 我智慧第一 没有人超过我 没有我不知道的 那么 现在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又不能在大家面前跟你讲 我不知道你问的问题 那我这样讲 那其他人最不是看不起我了 等我笑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 阿安静里面就这么凄惨 他就说他有他拉到旁边 他就要跟他讲 你不要只要问我 我也不知道 你要去问佛 你要去问佛 那你不要来问我 我也不可能跟你讲 我不知道 这样我不是很没面子 所以 所以你不要再问了 那后来他就回了 在长安静悟君 你记得这个故事 好 那 这个所以 大凡天他一交慢而住 那么就认为天地是他创造 好 那 人类由他而出生 他生存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也就是说是一节半 那这个天然的寿命到底怎么算 其实也很多种算法 就好像以前的一礼跟我们的一礼不一样 就是说这个长度不一样 那秦朝的一礼 汉朝的一礼 唐朝的一礼 到现在的一公里 那是不完全一样的东西 那么一岁 像印度是一个月是十五天 那 所以 这个换算到底怎么换算 还不是很清楚 而且像地球 地球的一年几天 这个也要看你是指示 如果说几百万年前的一年 可能不是三百六十天 不是 那就不一样 那 但是导师这里讲的就是 半天是一节半 就是说出禅天基本上是有 色戒受命是以节起跳的 那出禅就一节嘛 大饭天晚就比较高一点的一节半 他也不是永生的没有 然后到了二禅 一直到五不还天就几千节 那无色戒是万节起跳 色戒是以节起跳 那如果是玉戒 玉戒最低的四王天 他是五百岁起跳 而且他是这么说天上一日 人间五十年 如果是道立天是一千岁 但是天上一日人间一千年 那有时候一百年 那就是天上一天人间一百年 那但是他往一千岁 那四王天天上一天人间五十年 他往五百岁 那就是天上的说明是五百一千 一千这样跳 到两千 四千 八千 到一万六千 那出禅是由节开始跳 一节开始跳 一节是几亿年 由节开始跳 一节 一节 两节 一节 一百节 一千节 那到最高的五不还天是五千节 那无色戒是万节开始跳 寿命 那这个到底怎么算 有很多种幻算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越高他就越长 越高是越长 那么像上帝讲永生 基本上就是一节到一节半 就是你信上帝得永生 这个永生他也不是真的永生 他就是比较长 比较长 比较长 好 所以他生 他生存较长的时间 大概有一节半 更像他的成名宣说 住者是常住不便 无始无终 是永生 那么其实不是永生 那印度的大饭天 你记住叫耶和华相同 印度里面拜的大饭天 其实就是圣经里面的耶和华 就上帝 其实就是上帝 那犹太人的上帝 微教的上帝 天主教的上帝 今天就同一个上帝 是同一个上帝 乃至于跟印度大饭天王 其实是同一个 饭王的进行 就是他淋浴 他淋浴 以慈爱精神 原来是可称赞的 可惜狂漫的邪说 如是一切 成为信我者生 不信我者灭亡的大独裁者 一神教的邪赌 泛滥世界 成为罪恶的一大根源 那么思想 如不是夸大狂 真善慢 这位流转生死 苦耀的大饭天王 憑什么说串造忘流 憑什么说常住而无始无终 那么基督教怎么看到这里 一定是非常不同意 那么这个其实也有一点点误会 我们应该这么说 持平地说 如果你一般圣经有两个 旧约跟新约 如果你又读过 旧约跟新约 旧约的约翁法是非常残暴的 动不动就杀人 而且后来他很生气 他很生气这些人不信他 用水淹整个世界 把所有人都淹死 只留下水 诺雅他一家 诺雅方舟有没有 他一家人 还有他的动物 他养的动物 他种子放进去而已 其他人都淹死 他不只是这样 他还火烧了城 然后猝食多少童子 然后杀了埃及 他要帮助以色列人出埃及 然后又在以色列 耶尔瓦原来是以色列人的神 犹太人的神来的 后来就变成普遍的神 原来只是犹太人的神 也在以色列杀了大概几十万人 好像五十万 有人就专门统计上帝杀了多少人 你这个好像上网查就有 大概就是从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 上帝杀的人太多了 动不动就杀人 动不动就杀人 不是火烧死 就是用石头砸死 不然就是水淹死 太残暴了 可是这个真的是上帝吗 我告诉你不是 为什么 我们从神格来讲 刀立天也没有那么高 刀立天 那个阿修罗跟他战争 他都不会处罚 他的处罚他就是 就是给他好吃的 给他好用的 让他放弃争夺的心 像前面讲 刀立天主 刀立天主 宽恕敌人以不杀为主 那么刀立天的天格 那个神格都不杀了 比他高的上帝会杀人吗 老实讲不会 因为上帝如果杀这么多人 依照业国理论 他马上会从天上墮落 因为业貌理论是这样子的 不可能他杀那么多人 他的位置还坐很重 你看那个秦始皇 秦始皇的儿子 总共有33个人 他的第二儿子叫胡亥 胡亥坐上皇位之后 他的32个兄弟姐妹 秦始皇生了33个儿子 其他的32个兄弟姐妹 全部被他杀死 男的女的都一样 女的好像有十几个人 男的大概一二十几个人 全部30 全部33个儿子 32个都被他杀死 兄弟姐妹全部杀死 所以那个胡亥登基年多久 秦朝就灭亡了 都灭亡了 没有福报 如果上帝真的杀了那么多人 他不可能坐在那个位置上 因为一夜报理论来讲 而且是这样 而且他的个性不会杀人 为什么 你能够坐到上帝那个位置 表示你的度量很大 为什么 我们刚才讲上帝有三个德恶 不要说上帝 你要升到饭店 就有三个德恶 哪三个德恶 淫欲 他不会贪心贪卓 而且禅定 他心很近 不会很容易就动物受影响 第三个 他不爱 他一定要有事无量心 要有慈悲的心 他没有慈悲不爱的心 他不会当上帝 不要说当上帝 要没有慈悲不爱的心 你都生不了出禅犯天 你都不能成为贩重 你还要成为犯王 那怎么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 那圣经怎么解释 圣经这些上帝杀人的事 其实都是后面人家的 所以基督教者看见圣约圣经 这么长报 才又改了 有新约 对嘛 就比较没那么长报 那克什来讲 就是我们贫什来讲 旧约里面那些上帝杀人的这些事 不是真的上帝做的 上帝背黑锅 就是说 人间的国王 假借上帝 假借上帝的名义 然后来警告这些世间的人了 就有点像说 这个义和团 这个洪秀全 洪秀全也假借上帝的名字 说他是上帝 上帝的第二个儿子 上帝耶和我 所以一个独生子叫耶稣 他说没有 还有一个弟弟 这样他也相信 这样那些人也相信 然后 他也假借上帝的名字 阿达拉沙拉 那个白脸叫假借弥勒菩萨的名字 什么要他杀了 迷勒菩萨怎么可能 就会做这种事呢 不太会 然后强调他说迷勒在了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世间的人 基本上都会假借这种宗教名义 来遂行他的遗忘 那旧约里面 旧约里面有上帝的话 但很多都不是上帝的话 包括上帝杀人这种事 基本上不是上帝干的 就是上帝是被黑锅的 他们假借上帝的名义 然后沙拉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杀妻紧侯 就是告诉你 你不听我的话 上帝就要是这样的惩罚你 刀利天主都以不杀为主 抓到敌人都不会处罚他了 他的处罚他就是给他吃好的用好的 让他没有征赚之情 那么神格那么高的上帝 而且他一定要有博爱的心 赤无量心 他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动不动就杀人 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就算他真的起了这个心 他很快很快就会堕落下来 很快就会从出禅天直接堕到三个道 所以从这样来讲 圣经里面讲的那一种 那一种就是不信的就要把他灭亡的 你看把世界都灭了 因为洪水灭了 释迦诺亚一家 杀死人多了 用火烧死人多了 用石头扎死人多了 你去看旧约圣经 那个真的是惨不忍 那基本上不是上帝做的 所以导师是根据旧约圣经里面这样讲 那实际上那不是上帝的 真的我们平时讲 那里面杀人那些 都是人间的帝王自己编的 不可能是上帝人 所以他说流转生死苦海的 大半天王也无法 凭什么都创造我吗 凭什么都藏住无始无终 那导师是把他连在一起讲 但是我们要分看说 上帝基本上是博爱的 而且他是淋雨的 他绝对不会做这些杀人的事 刀利天都不做了 何况是上帝 好 我们先下课